德光中学的德光好声音 你们好 我是金哲宇修士评审 听了你们的演唱 我有几点建议 除了日常的发声训练 还有音准的要求 都要注意 我有在评语的地方有写到 我觉得很棒的就是 你们在自选曲的地方 有丰富的队形 然后变化也是很有活力的 所以这一点是 我觉得很棒的地方 那我建议就是说 在比赛之前 就是尽量多录一些 整体的影片来先 检视一下说 是不是我们有些成员 可能比较不容易笑啊 还是说他比较 容易紧张 那可能在队形上 就可以再有一些排列 可能我觉得至少是 大家要清楚知道 你自己的样子 在镜头中呈现的是如何 才能够慢慢的知道 要做什么调整 如果说我们直接 没有检视 也不清楚自己的状况 就直接上镜的话 那就会被录到很多 状况不是很理想的地方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 下次再有这样的比赛的时候 要去多注意这一点 对 那我想这个 知道老师应该都会带你们 很多关于歌唱的时候 哪些句子啊 要比较用力 哪些要比较拉长 哪些要比较短一点 那这些部分呢 都是持续可以去练习的地方 好 谢谢你们 这是我的讲评 Maslin合唱团 你们好 我是Gimak Nangafulan 金泽玉修士 这次的评审 好 吴宁朗 很高兴听到 就是布农族的音乐 那在这个和声上面呢 是很棒的 好 那我在讲评的地方 其实都有去写的 蛮清楚的 那你们是青年组嘛 很明显你们的那个 发声的表现啊 比这个国小的情况 还要好 而且呢 声音有几个人 那男生的声音 也是这个音质 我觉得很棒 对 那就是要跟你们说 因为我们布农族的东西 在和的时候 那个 和在一起的声音 是很惊人的 所以要比较记得就是 不要每次都是同一种的 情绪去唱和音 有时候可以这边 比较强烈一点 这边比较感情一点 这边比较小声一点 这样子每一次和音出现的时候 不会说每一次都是 很大的 而是说有时候有比较小一点的 比较丰富的呈现 这样会更让那个音乐 有这个层次感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然后我觉得就是 在比赛的时候 大家还是最好不要去 特别看镜头 你们就是好好的看指挥 或者看向前方 那记得就是 该要笑的时候 一定要笑出来 这个是要有的 的部分这样 那我其实一直很注意一点 就是我们的比赛队伍里面 就是都有 这个加这些 比方马拉斯大棒啊 然后去加这个 前面的那个 就是欢呼的那种 布农族的鼓调 那这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我们要注意一点 就是不是放越多就越好 放也要小心 要放的得体 然后放的自然 如果说啊 我为了说 塞一个什么 很漂亮的仪式 而塞进去 那很可能就会让歌的整体 就是气势会有点的 就是跑掉 那这一点会很可惜 所以我觉得 我们有很多很丰富的东西 那有时候台下听不懂 因为他们不是布农族嘛 那我们要注意一点 就是今天我放这个东西进来 其实也要考虑到 它是不是本身的意义 有配合这个歌曲 我觉得这个在 你们一些地方处理的很好 就是有 有布农族的歌曲 本身就有 做一些歌词的调整 等等的 可是要小心 有容易有这个诱惑 就是我们觉得 越加越多越好 好像把我们的特色 全部加进去 然后表演就会很丰富 其实这是不一定的 对那我们这集是布农族 自己了解 那就会比较敏感这一块 说你是为了家而家呢 还是你是真的 配合这个整个歌的情境 那我觉得这一点是 是这样子 还有就是说 我们布农族的唱歌 本来就不是那么讲究音准 对 这个很正常 尤其是我们是听到 人家的声音这样出来了 我们再去自然的对应它 有一点不准不准不准 里面那个真的是 布农族很好听的 这个地方 那我建议就是说 至少在唱中文的指定曲的时候 要准一点 因为毕竟那边比较不发挥 布农族自己的音乐 所以我觉得那边要比较准一点 请要再注意这样 然后这个 后面的话 竟然比较是自己布农族的歌 我也很喜欢听到有那种 那种 这种 这个声音还是说 这样滑上去滑下来 这个布农族的传统音乐 就很喜欢这样唱 这种比较不像正规合唱团那种 直直的唱那个声音 这种比较是布农族的特色 就希望你们可以多多的去发挥它 在自选曲的地方 有时候我有一个经验 就是我听 布农族的一些合唱团团体 他们一要唱布农族的歌的时候 可能就很想让它很 很像CD的那种 这样 这个就是很可惜 那甚至说 好不容易唱主语歌的 可是还是唱的比较 秩序一点 好做得比较可惜 因为布农族的声音 就是有那种 耶耶耶耶耶喔喔喔欸喔喔呦 就是有那个 不准的那个地方 还有那个 额额额和 润额和鼻腔共鸣啊 跟那个 鼻腔共鸣 跟那个 嘦肪ibi 整假一切换的那个 突破点 还有一些特殊的转音 比较老人家的那种唱法的 那些声音 我觉得 如果有放进来的话 也会凸谢我们自己 布农族 歌唱上的诠释 所以那些东西不是不好 希望我们要多加力 因为那本来就是我们的特色 那我觉得说这次听自选曲 其实有些地方还是比较自视一点 就是可能比较符合合唱团的这个稳定一点 可能原因也是因为我们小孩子 不一定做得出来一些老人家的这个声音啊 还是我们不一定会觉得说 这样子会不会比较不那么标准的唱法等等 可是我觉得这个歌曲已经是布农的歌了 多一点这种这种传统的这个歌唱上的一个诠释 我觉得会是更好的 好谢谢你们 恭喜你们哦 谢谢德光好声音 你们每一个人的付出 看到你们的歌声 你们的真心想表演 想唱出这些歌来 真的很棒 特别要恭喜两位讲那个简介的 用英文还有用中文那么流利 那么有自信的说出来 真的很棒 对于歌曲的部分呢 我想第一首歌可能你们 可以多一点的练习 进入到这个诗歌 这圣歌的情景 它的意义 然后唱出那个感情来 因为我觉得稍微缺了一点 这个部分可以多练习一点 然后第二个英文歌 祝福你的 祝福于你的 这首歌 大家好像比较容易 容易唱 容易感受 要祝福别人 还有这个做出爱心的这样子的一个形状 非常的可爱 然后非常的棒 所以我觉得大致上很好的一个尝试 然后可能透过团体的默契 可能彼此可能有多一点的默契 或者 怎么说沟通吗 或者玩在一起吗 可以把这个感受感情更火化一点 好谢谢你们 恭喜 佐西马斯林的合唱团 听到你们的表演和歌声 让我非常的感动 你们的歌声非常的喜悦 非常的和谐 在诠释第一首歌的时候 也很有感情 也知道它的意义 也有唱出来那个感受 第二个 你们的母语的部分 弥撒曲 也让我进入到整个弥撒的氛围 好像把我带到部落去 谢谢你 我觉得指挥和老师们的教导或者带领 非常的棒 我可以感觉到你们和青年们的一个关系是很不错的 我也相信你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练习 可是即便如此我相信青年的志愿 他们志愿性他们的唱歌很容易唱歌是可以看见的 所以我可以感觉到大家有一个核心协力的一个感受 所以不但是你们唱得好 表演得好 非常的和谐 全试歌的部分都很好 我更是感受到一个团体在唱歌 而这个团体不只是呈现在我眼前的 可能也是老师们 然后你们的父母亲 还有左膝的教友们 这个团结的一个感觉 所以真的呈现出一个天主教的一个合唱团的精神 非常感谢天主 我们台湾有这么棒的一个合唱团 谢谢你们的努力 多多努力 然后可能在国外也可以更呈现出天主很棒的一个音乐 天主保佑 主教礼仪委员会圣乐组的苏老师 以及各位参赛的老师 及同学们大家平安 我是张伟军 很荣幸这一次担任第二届线上圣歌比赛 总决赛的评审 然后我这一次的评分项目是国高中级青年组 那首先呢 很开心在收到的影片当中看到每一对呈现出来的活力与美丽的歌声 那不管比赛的结果是什么 我相信对各位同学来说 这一段时间的努力都会是一个很棒的回忆 合唱的艺术就是这样 是经过不断的琢磨跟练习 在最后才会呈现一个美丽的成果 所以在此呢 我也想分享一点点小小的合唱训练的小撇步给大家 那比如说在练习气息的稳定 我们就是有长音的练习 短音的练习 以及跳音的练习 之后呢 就是音准与和声 这个东西要练习的是聆听 除了我们听钢琴对音以外 我们更要互相聆听彼此的声音有没有唱在一起 不管是同声部或是不同声部的 接下来就是歌词的清晰度 那歌词要唱得清楚 对于观众才会知道我们在唱什么 那歌词的第二个训练呢 就是我们的乐器 那所以呢在唱歌的时候 如果这是立正站好的话 其实身体是非常僵硬的 所以其实跟着音乐有一些些少少的摇摆是很棒的 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以后在唱歌的时候可以适度加入这一些东西 让唱歌变成一个轻松的事情 而不是像背诵课文一样非常严肃的 那最后呢 这个圣哥比赛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 那希望明年有更多的队伍可以参与 谢谢大家